注意看,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书生,实际是个姑娘假扮的,她为了能让哥哥娶到心爱之人,于是便装扮成男子来参加比赛。 赛场上姑娘们看着她英姿泽爽的背影,都目不转睛地盯着,纷纷表示想要嫁给她,就连身侧的王爷托尔滚也忍不住赞赏她。 姑娘听后只笑而不语,随后在裁判的一声令下,参加比赛的选手都甩着马鞭策马奔腾,赛场上多尔滚和她的技术都不分上下,逐渐地她和多尔滚的距离越拉越远,眼看就输了,姑娘马上拿出一个笛子吹了一声,多尔滚的马瞬间暴躁起来,她立即乐紧马绳控制住马儿,然而却无济于事,姑娘看到后趁机赶超多尔滚,她不断用鞭子抽打着马钉, 马儿立刻嘶笑一声,带着姑娘冲向前方,姑娘转头看了多尔滚一眼,内心十分愧疚,但是为了哥哥的幸福,还是起码冲向终点,多尔滚看着她离开的背影,内心十分不甘,可是却无可奈何,之后姑娘来到人群中,背对着他们以哥哥的名义,让东西献给哥哥的未婚亲年儿,敏儿听后开心的捂着嘴巴,众人都在一旁起后,这时敏儿穿过人群, 来到姑娘面前,姑娘见状,担心会被识破身份,立即将冒烟拉低转身离开,不料却被赶来的多尔滚拦下, 有件事情,就向你请教,不知,多尔滚听到她的回答后,随即呆愣在原地,姑娘一个翻身骑上马,就仰场而去,只留下多尔滚一人在原地发愣, 房间内姑娘打开箱子,立即将里面的男子放出来,姑娘开心的把彩头递给男子,谁知男子竟要把东西还回去,姑娘见状立即将她拦下, 从两人的谈话中得知,眼前这假扮男子的姑娘名叫燕燃,而男子则是她的哥哥大壮,大壮低头看了妹妹脖子上戴的笛子, 顿时明白这个彩头,是她耍小聪明得来的,立即转身走出房间,大壮刚出门就撞见来找自己的敏儿, 她看着敏儿解释,刚才在赛场上获胜的人不是自己,是她的妹妹嫣然, 敏儿听后顿时震惊不已,怎料这时突然出现一群黑衣人,将两人团团包围住, 大壮看到后,立刻把敏儿推开,独自一人面对这些凶神恶煞的歹顾, 她用力一拉,将其中一个人的武器抢过来,顺势把歹徒打倒, 大壮看着敏儿离开的背影,原本忐忑的心情,顿时放松下来, 歹徒首领见她呆站在原地,立刻对大壮展开攻击, 奈何双手难敌四拳,大壮被歹徒打倒在地,另一边敏儿红着眼眶, 找到燕燃把大壮被抓的事告诉她,燕燃听后顿时慌了神, 我不认识,面很深,应该是外乡人, 燕燃想到自己在比赛的时候,使季某把多尔滚的马给惊了, 于是她猜测抓走哥哥的人,有可能就是多尔滚, 于是打算去找多尔滚算账,与此同时多尔滚奉皇上的旨意, 在草原寻找可以治病的金马,她带着侍从小心翼翼的靠近金马, 眼看就要抓住,怎料这时燕燃赶来叫住几人, 马儿听到声音,立刻嘶鸣一声跑开,多尔滚看到后立马掉头追赶, 她一个飞跃骑到马背上,然而却怎么也控制不住速度, 燕燃见状以为多尔滚要逃跑,立刻跳到马背上抓住她, 谁知马儿剧烈的甩动,把多尔滚从马背上甩出去, 她顿时吃痛的喊叫了一声,不料还没等她反应过来, 就看见燕燃也被甩出来,多尔滚顾骨得身上的伤痛, 立马伸手接住她,燕燃看着她内心不禁露了一拍, 多尔滚盯着她那肤如明知的脸颊,不自觉的看入神, 放开,直到燕燃出生,多尔滚才回过神来, 直接将她扔在地上,燕燃顿时吃痛的捂着被摔的地方, 多尔滚看着她痛苦的模样,内心十分愧疚, 当抬头看到金蚂蚁惊远去,瞬间有些垂头丧气, 有你这么放的吗? 燕燃捂着受伤的地方,嘲讽多尔滚说不起只会实诈, 把我哥给放了,多尔滚听后十分疑惑, 并且是自己不认识她哥哥, 另一边大壮被黑衣人绑到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, 我们是什么人,你要干什么? 歹徒威胁大壮帮他们找出金马, 原来眼前的黑衣人是多尔滚哥哥黄太极的人, 只因听到皇上身边的太监说, 皇上要把找到金马的皇子立为太子, 于是他们便不远万里,来到草原寻找金马, 而皇太极听说,大壮的御马技术极好, 便派身边的暗卫,前来劝说大壮可以为他们所用, 大壮听到他们的来意后, 假装胸有成竹的保证, 自己肯定能找到, 他见歹徒逐渐放松警惕, 就让为首的人将绑在自己手上的绳索解开, 歹徒没有意识到大壮的意图, 直接走上前把绳子松开, 摆脱束缚的大壮, 对着歹徒就是一拳, 接着锁过他腰间的刀, 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, 剩余的歹徒放自己离开, 勾腿子跟老大被挟持, 只好同意大帅的要求, 姑娘以为帅公子是坏人, 对他大打出手, 此时燕然还是怀疑, 哥哥是多尔滚绑架的, 怒瞪着双眼威胁他把哥哥放了, 多尔滚的侍从看到后, 立即上前拉住燕然, 多尔滚见状立刻让侍从把他放开, 侍从听后只好不甘心的放手, 随后多尔滚解释, 自己是来找可以帮父亲治病的金马, 并没有恶意, 所以我想请你帮忙, 燕然见状犹豫着答应下来, 但还是忍不住问多尔滚, 为何要绑他哥哥, 多尔滚听后让燕然, 指上看是谁抓走了他哥哥, 燕然顿时哑口无言, 可是一口咬定就是多尔滚, 就在这时大脏骑马狂奔而来, 身后的黑衣人紧追不舍, 此刻他看见, 燕然正在和一群男子纠缠, 眼神中的担忧随之流露出来, 立即乐紧将绳冲上前, 拉起燕然的手, 骑马离开, 多尔滚见状想要追赶, 可是两条腿哪能跑得过四条腿的, 只好看着他们离开, 侍从不甘心的还想追, 放了, 让他们去吧, 别跟个姑娘计较, 侍从听后惊讶的瞪大双眼, 破离虎口的兄妹二人, 肩并肩走在广阔无际的草坪上, 燕然疑惑的学问大壮, 是如何逃出来的, 大壮解释自己挟持了, 他们的首领才得意逃脱, 糟糕了, 我弄错了, 急忙转身想要去向他赔礼道歉, 谁知却被大蠢瞒下, 我错怪人家了, 要去跟人家赔礼道歉啊, 大壮想到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, 无故燕然的反抗, 硬撞着他回到家中, 晚上燕然躺在床上, 想着白天因为自己, 导致多尔滚寻找的金马消失, 内心愧就难耐, 之后经过一番思考后, 燕然决定帮多尔滚寻找金马, 于是他穿好衣服找到多尔滚, 谁知竟再次把金马吓跑了, 多尔滚看到后, 生气的走到燕然面前指责他, 燕然自知理亏也没有辩解, 虽然我不知道这件有什么误会, 可是你没必要三番五次来打乱他, 燕然听后解释, 自己是来帮他的, 而且他们现在抓的马并不是真正的金马, 随后拍着胸脯说, 全草原除了他, 没有其他人能找到金马, 多尔滚见他愿意帮自己, 也不再为刚刚的事情生气, 于是他们沿着草原寻找金马, 然而找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, 多尔滚逐渐有些丧气, 燕然见状为了安慰他, 便唱歌逗他开心, 就在这时燕然突然听到了马蹄声, 立刻趴在地上听, 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, 来到一个悬崖前, 燕然转头想要提醒多尔滚, 前面是悬崖, 可是为时依望, 来不及停下脚步的多尔滚, 竟然抱着燕然滚落到悬崖下, 直到一处平稳的地带后, 才停下来, 燕然抬头看见前面, 一个闪闪发光的马儿, 猜测眼前这个就是多尔滚要找的金马, 于是捏手捏脚的靠近, 眼看就要接紧, 谁知这时多尔滚一个恢复, 直接将金马吓跑了, 此时的多尔滚真的是验证了那句, 不怕神秘般的对手, 就怕猪一般的队友, 燕然健壮立刻拿出笛子听响, 不料这时金马竟然又折返回来, 燕然看到后走上前, 扶摸着金马的脸颊, 金马似乎是明白他的用意, 也不再反抗, 燕然健壮翻身上马, 接着伸手将多尔滚也拉了上来, 两人骑着金马来到一处湛蓝的湖泊边, 多尔滚看着漫天飞舞的萤火虫, 不以为是星星, 内心十分开心, 燕然听后吵吵他, 没见过萤火虫, 多尔滚听到飞舞的星星竟然是虫子, 顿时惊讶不已, 多尔滚看着燕然在月光的照耀下, 异常的柔美, 内心犹如小鹿乱状, 隔天一大早正在睡梦中的多尔滚, 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吵醒, 他抬头看见不远处, 有一群黑衣人只冲两人而来, 他急忙将熟睡的燕然叫醒, 燕然迷迷糊糊的站起来, 当看到面前的黑衣后, 立马拿出笛子青春一声, 谁知黑衣人的马却没有任何反应, 燕然健壮顿时呆愣在原地, 多尔滚看着他傻眼的样子, 立即伸手拉着他逃跑, 两人被逼到一处悬崖边, 都是我不好, 连累你了, 可你不能跟我一起去死啊, 燕然听后低头看见悬崖下面, 是一滩湖水, 只要我猜不去, 就死不了了, 谁知多尔滚说自己不会游泳, 燕然顿时不知该如何是好, 眼看黑衣人就要追来, 无奈之下, 他只好将多尔滚的眼睛蒙住, 拉着他咬牙跳了下去, 两人被河水冲到一处沙滩, 燕然看着昏迷不醒的多尔滚, 瞬间红了眼眶, 这时他想到可以用人工呼吸, 就醒多尔滚, 于是他环顾四周见没人后, 便俯下身子给多尔滚毒气, 经过燕然的一番救治, 多尔滚总算醒了过来, 但是意识却还未清醒, 迷迷糊糊的把燕然当成仙女, 而且还伸手抚摸他的脸颊, 谁知却被燕然一巴掌拍晕, 对不起啊, 你怎么又远过去了, 燕然见他又昏迷过去, 顿时有些愧疚, 之后他将多尔滚放在火堆前, 他则坐在旁边, 静静的等着他醒来, 不知过了多久多尔滚悠悠转醒, 燕然看到后急忙将帽子戴好, 把多尔滚扶起来, 他担忧的问他还有哪不舒服, 就是觉得这脸怎么这么烫啊, 燕然听后, 瞬间心虚的不敢指示他, 接着为了不让多尔滚看着破绽, 悄悄走到旁边背对着他, 多尔滚没能看出他的异样, 对燕然救自己的事, 感激的连连道歉, 燕然看着他俊朗的脸庞, 瞬间羞红了脸, 你的脸怎么红啊, 燕然听后, 立即伸手摸了摸发烫的脸颊, 便找借口说, 是因为在火堆旁才红的, 多尔滚听到后只是笑而不语, 两人艰难的回到家中, 中途多尔滚和燕然走到岔路口, 准备分离, 这时多尔滚拿出他的贴身匕首, 送给燕然, 并告诉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 可以来精诚找自己, 太鬼重了我不能要, 你怎么磨磨唧唧, 像个女孩子一样, 没把刀都不跟上, 燕然听后担心身份被识破, 无奈之下只好接受, 多尔滚见自己的计谋得逞了, 立刻露出开心的笑容, 燕然和他到完别后, 就直接转身离开, 殊物不知, 眼前这个被他当成兄弟的人, 早就识破他的身份, 并且还喜欢上了他, 两人分开后不久, 燕然的哥哥就和敏儿举行了婚礼, 他看着眼前的场景, 独自觉的想起了多尔鬼, 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男子, 瞬间红了眼眶, 随后燕然主动为大壮跳起, 含有祝福的舞蹈, 异曲结束后, 他还调皮的让大壮和敏儿接吻, 在众人的起哄下, 两人只好顺从, 谁知这时大壮突然后背中变, 欢呼声也戛然而止, 燕然看着哥哥后背的剑, 瞬间惊讶的张大了嘴巴,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, 紧接着无数剑雨不断的射来, 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, 纷纷倒地而亡, 一群凶臣恶煞的官兵赶来, 对着在场的百姓就大开杀戒, 原来金国的皇上偶然间, 对燕然一见钟情, 于是就向燕然父亲求取燕然, 无料却被他毫无留情拒绝, 恼羞成怒的他派士兵, 来将燕然搅回去, 毫无人性的官兵, 对着手无腹肌之力的百姓, 就是一顿乱砍, 大壮看到后, 为了保护父母和妻子, 强撑着即将倒下的意志, 拿起刀和官兵搏斗, 可是身中数剑的他, 哪是这些官兵的对手, 很快就被打趴在地, 好好活着, 快走, 好, 快走, 燕然见状立即拉着父母奋力逃跑, 无料他们刚逃出来, 就遇到一群追兵, 父亲看到后, 立刻挡在燕然母女面前, 父亲用尽存的意志, 子子抱住士兵的腿, 彼此来给燕然他们, 争取逃跑的时间, 然而毫无人性的追兵又捕上几刀, 就这样父亲便含恨而去, 燕然看到这一幕, 瞬间情绪崩溃, 燕然想到母亲还在她旁边, 只好忍着悲痛的情绪, 拉着母亲继续逃离, 忽然燕然发现女儿不见了, 立刻转身想要回去寻找, 可是却被母亲一把拉住, 因为不出所料的话, 女儿可能已生遇害了, 她不能再让燕然去送死, 只好紧紧的拉住她, 就在两人拉扯间, 远处的官兵发现了他们, 立即拿起弓箭对着他们射去, 就在这危急时刻, 母亲一把将燕然推开, 而自己却被乱箭射死, 燕然抱着母亲的尸体嚎啕大哭, 但此时危险还未消除, 悲伤万分的她只能继续逃离, 等一切都平静后, 燕然回到婚礼现场, 映入眼帘的只有无数尸体, 和已经化为废墟的家, 燕然无助的放生痛哭, 悲伤过后, 她想到多儿滚临走前对自己说的话, 于是便决定去投奔她, 燕然是否能顺利找到多儿滚相遇, 他们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故事, 关注时光, 我们下期再见吧。